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H358课堂 我是马老师 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了 配置IPv4地址的分配 这节课我们再来看一下 配置IPv6的地址分配 在讲IPv6地址分配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这么一个问题 叫IPv6的一个链路本地地址 因为我们讲这个IPv6里面 它没有这种广播地址 所以说像IPv4里面的广播 它就无法实现了 它会用每个接口的时候 它会给IPv6去分配一个 什么FE80开头的地址 这个地址是本地链路的单波地址 那么这个本地链路单波地址 它只能用于直连的物理网络去通信 它不支持不支持去路由的功能 所以说呢 既然不支持路由的功能 那么它就无法对外去通信了 这个地址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使用dhcpv6的过程当中 它会用到这个地址 只能与同一网络直连的 这个其他机器进行通信 那为了确保这个IP地址的微信 操作系统里面以前会使用 是吧 所以使用这种mark地址 对它进行一个构造 到了红帽8之后呢 那么它就使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因为我们讲你使用mark地址 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本地链路地址 会暴露 会暴露我们服务器的一个mark地址 存在这种安全隐患 所以说呢 那我们就换了一种那么networkmanager 它根据了这个rfc 这个7217当中的这种算法 去生成一个随机的 但是是稳定的这么一个地方 也就是一旦生成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不会变了 那具体它的生成方法呢 可以通过IPv6 addr genmode 这个选项去设定 设定 那一般来说 我们使用这个stuckprivacy就够了 当然默认也没有必要改 好吧 没有必要改 那么本地链路地址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强烈 IPv6地址 它是依赖于本地链路地址的 即使你手动配置 或者说自动方法去配置的 录IP地址之后 那么这个本地链路地址 还是会有的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这个服务器 已经有了IPv6地址 去运行通信 但是本地链路 本地链接地址 这个地址 它还是会存在的 好 还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地址的查看方法呢 可以通过这个IPv6地址 去查看 IPv6地址 这是本地链路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 DHCPv6这个配置之后 或者说配置IPv6的 那么它的方法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只给大家介绍两种 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采用这种 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 也就是 SLAAC 叫Statless 无状态的每个地址 自动配置 还有IPv6的这种动态 主机配置 也就是DHCPv6这个版本 由于我们前面讲到的本地链接地址 它不可路由 所以说要部署IPv6的 那么需要为系统分配一个可路由的地址 对不对 你要与外界通信吗 你只有这个本地链路地址肯定是不可取的 那这种叫无状态的这个地址自动分配呢 它是依靠路由为客户端提供这个网络配置 依靠路由 网关门路由器给大家提供这每个地址 那包括IPv6的一个网络前缀用来创建地址 和DNCC 也就是说这个SLAAC这个路由啊 它提供的是IPv6网络的一个前缀和DNS 那么客户端会利用这个IPv6网络的前缀 来创建地址 这种方法呢 必须在路由器上去激活和配置 邻居发现NTP这么一个功能才能够实现 而且比较好玩的是 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位置 它提供的是前缀 这个前缀的客户端是利用这个前缀来创建地址 也就是说 它没有给客户端分配一个具体的地址 使用SLAAC呢 当客户端启动的时候或激活网络的时候 它这个本地链路会发送一个RS消息 是吧 路由这个Selitation这么一个消息 到我们FF002这个接口上 也就是说它发的是一个主播 本地链路地址它是支持主播的 但是不支持广播 那路由于我们刚刚讲的 你路由器开启了什么 开启了这么一个NTP 由于你路由器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 那我们的路由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它就会使用自己的本地链路地址 去发送一个RA这个消息 到我们的FF01冒号冒号1 这个上面来 它也是一个主播信息 发给路由器的时候是这个消息 路由器收到之后 它会将这个信息发送 也是发一个主播发送给客户的 而且路由器还会定期的 在紫网上面去发送这个RA的消息 是吧 将其这个状态和信息 更新通知这个客户的 这个大家感觉好像 与我们这个主机方面的维护 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吧 好像是路由器的配置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RA消息它会提供IPv60前缀 还可以提供DNS服务器 还可以提供这个DNS搜索列表 但是不提供什么 不提供IPv6的具体地址人 除了这些参数之外 它还会什么 客户的始终使用路由器的 本地链接地址去配接它的网关 这个比较好玩 我本地链接地址不是不能够通信的吗 那你怎么还使用这个本地链接地址去与外同信呢 这是比较注意的啊 由于RA消息 它不提供IPv6 仅提供这个网络前缀 所以说我们客户的呢 会使用一种方法 什么话呢 IPv6 这个方法去生成我们的IPv6的地址 好 去生成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需要看这个 它的这个RA的信息 客户端这个R信息 对吧 那么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们要去看这个通告信息 那么怎么去看这个消息呢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RADA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包当中呢 有一个IDV 这么一个档谱程序 它用于捕捉这个消息 并且给我们展示出来 但是由于录武器啊 它这个每次发包的时候 时间比较长 十分钟一次 所以说我们客户的这个捕捉这个包呢 那可能很长时间才能捕捉到一条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配置信息啊 那这个配置信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 说第一个值 第一个值是什么 说我们这个RA的消息 也就是路由 路由广告这么一个消息 它是来自于这个地址 是本地链接地址 也就是我们录武器的一个本地链接地址 在这 在这啊 它给客户端分配的这么一个消息 是什么呀 客户端分配的是这个地址 分配的一个前缀 因为客户端最后根据这个前缀去生成 生成它自己的一个IPv6地址 紧接着又来 那么RDNSS这个R指的是地归的啊 地归这个DNS啊 这个地方大家就不不管了 就反正就是给你提供一个DNS就可以了 那么DNS SL呢 是提供一个search域 也就是说我们客户的那类罪IPv4里面一个 导命search 那么一个域 我机器呢 处在哪个域当中呢 当中呢 这是IPv6里面提供的这么一个 就是RIDV 它提供的这么一个配置消息 当然我们也可以怎么办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Linux系统作为录物器 去提供这个功能 那么录物器上面装IDVD这个软件包之后呢 它有一个IDVD这么一个服务 用这个服务去提供我们的录物器 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讲 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摸索一下 好 IDVDump呢 IDVDump这个程序呢 这里边给我们显示的配置 如果说这里方有这么一个配置 这两个吧 叫Advanced Manager Flag On 和Adv Other Config Flag On 那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除了路由功能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配合着什么 说这两个值啊 告诉我们客户的 第一个值叫Manager 说我们的客户的呢 从DHCBV6去 从DHCBV6去获取IPV6 由于你之前讲这个 啊 它不提供这种IPV6地址 所以说 当你这个功能打开的时候 它告诉你可以通过DHCBV6去获取它的地址 那么这个参数 Advanced Manager Flag On 打开它 那么意味着 客户能从DHCBV6搜索其他的这个 搜索其他的网络配置参数 比如说DNS 这个列也是必要的 一个是地址 第二个是其他网络参数 都可以从DHCBV6去获得 好 那么DHCBV6呢 它的配置过程 与这个DHCBV4也很类似 它也是一样 首先你要确保我们这个机器有一个静态的IPV6地址吧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本次的实验环境呢 我们也是在SOA上面的ETH上面去给它配置一个静态的IPV6地址 好 待会我们给大家演示啊 然后对它启动 那么对于安装软件包呢 它也是一样的 DHCB-SERVO 其实我们上一个给大家安装软件包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的配置文件有一个DHCB6.conf 好 那么典型的配置文件呢 有这么一段 是吧 叫Auth Prime 是属于这种叫权威的服务器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分配的一个子网 Subnet6 我们提供的是这么一个子网 同样大括括起来里面 我定一个持 持 说从这个20开始到60结束 前面是一样的 同样我的DNS这个地方叫什么 Nameserver Nameserver是我们的DNS服务器 然后呢 同样这个地方有个search 叫Example.net 它提供的是什么 提供的是一个域名 这个在 不是 准确量就是在我哪个域当中 同样这个 租约时间和最大的一个租约时间 这是提供一个持 那我们能不能给特定IP 去预留一个IP 当然也是可以的 由于这个IP V4 它是通过Mark地址 那IPV6能不能通过Mark呢 IP6能不能通过Mark地址呢 IPV6不是通过Mark 它是通过DHCPV6 给克尔敦分配的一个DUID 来获得的 是通过DUID来获得的 那么DHCP 将DUID做 表示一系列的这个冒号分割的字符 比如说我们这个样子 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默认情况下我们这个 克尔敦就像这个DHCPV6发祖博请求 他会使用啊 这个地方代表我克尔敦的一个 代表我克尔敦的一个身份 没标出 它是这么玩的 那并不是使用Mark地址 那当然这个地方地址呢 是可以自动生成的 是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Machine ID生成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 服务器它的Machine ID是唯一的 除非什么呀 除非你是虚拟去克隆的 克隆好之后呢 那这个Machine ID的这个文件 你没有删除 依然保留 保留的话 那么既然是保留的话 那你每一个都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为了清理这个机器的Machine ID 建议你在克隆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删掉 然后呢 通过这个命令重新 是吧 重新设置一下 然后再重启我们的网络 这是一个标准的流程 让我们每一个机器呢 都能获得一个唯一的Machine ID 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检索 怎么方式啊 在DHCP V6的这么一个服务器上面去 可以查到这个值 查到这个值 这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 那我客户端想要的有很多 我到底是哪一个客户端呢 这是你很难定位出来的 是吧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还有一种备用方法 我自己手动去设置 手动设置这名DUID 并且使用什么 DUID获得这么一个IPV6 固定的IP 怎么生成呢 首先我们生成一个UID键 这个命令呢 我们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生成一个唯一的UID UID键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进一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怎么处理呢 Echo这个命令稍微有点长啊 我们就通过滚道去处理吧 他这里面用了两个式子啊 三个式子是吧 所以我们首先将这个中横杠给它删掉 将这个删掉啊 我首先给大家做实验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它的一个效果啊 第一顿 先将中横杠删掉 大家看就得到这个值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我们同样杠E去处理 它是按顺利处理的啊 然后将这个什么呀 点什么 加有两个叫点点 叫点点啊 S是代表替换 将任一个字符 这个呢 稍微稍微有点长 我给大家我给大家拿过来啊 这样来看啊 点点 这两个任意字符 然后后面加上一个反斜杠 也就是说这两个字符啊 后面不管你是什么字 我将这任意两个字符 去替换成冒号杠1 这是代表1 这是代表1啊 这是 特殊字符在你命令行上处理的时候 要转移去处理啊 也就是说 将这个两个点点替换成冒号加点点 看冒号加点点 那听完完成之后 大家就发现一点 我们前面位置多了一个冒号 是不是要把冒号删掉 说以 以这个冒号开头的啊 这么一个字符 把这两个给它清掉 所以最终呢 它就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样啊 我们一步步来 再再看第二个啊 先把这个生成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冒号 我们呢 再把这个冒号给它删掉 删掉呢 是在这个命令啊 好 这样呢 就搞定了 好 最终呢 得到的是这么一个值 这么一个值 那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设置的 那这个值有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去设置 设置我们的客户单 说这个叫IPv6 DHCP 这个DWID 去明确指令 我使用这么一个DWID 好吧 明确指令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有了这个DWID 获得好之后呢 我们去配置IPv6 也是一样的 host 加上这个固定的 同样 大家发现啊 我们之前使用的是 Mark 是吧 Island 现在是host Identity Identity Filler Operine DHCPv6 Client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 去指明的 它指明了 当然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个前后啊 前后 我刚刚这个值就是这个值C34A 那么与这个地方要匹配啊 要匹配 然后给它分配一个固定的IP地址 最后呢 我们去印证这个配置 是吧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那最后也是在紧接着就是启动服务 防火墙放行就可以了 然后客户的 客户的配置这个地方有讲究了啊 它的这个IPv6.ms的一个是Auto 还有一个叫DHCP 这有支持两种 那么这两种的区别是有的 如果说你使用的是Auto 也意味着说 IP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呢 网卡的客户端 它使用这种SLAAC去获得 它优先使用这种去获得啊 不是说优先 它就使用这种方式去获得 那接口发送这个消息之后呢 然后处理RI的消息 由于它给我们提供前缀和网关 但是呢 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RI消息里面会去配置这个Flag on的话 那么它会继续 说它会继续发送DHCPv6的请求 去获取一些额外的参数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这种方式 那如果说你使用DHCP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客户端直接去发送DHCPv6的请求 那既然是这样的嘛 说不为NDP配置6 咱不建议使用此方法 那因为你获得信息不对嘛 不对嘛 回到前面来 我们刚刚有一个表格 忘记给大家去看了 就是它这两者做一个对比 在这 在这啊 那么这里边呢 这个叫RI的消息里面去提供前缀 它是能够提供前缀 提供网关 但是网关呢 我们都知道是这个路级器的那个网关啊 Sero服务器也能提供 然后色气清淡也能提供但是他提供不了什么 提供不了 这个家伙是提供不了IP地址 提供不了他的IP地址 只能提供前缀 提供不了IP地址 只能提供前缀 那么这个地方 它是提供不了网关 DHCPV6是提供不了网关 但是它能够提供IP地址 这是两者 所以说我们讲为了这两者去配合起来用 还是就是客户能去提供这个分配 获得地址的时候使用auto方式 是吧 使用auto方式 这是他们两者之间一个合作 那么这里边我们通过这个实验 来给大家去做演示 好吧 我们看一下DI小剑配置IPV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